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帶大家去哪裡呢 今天帶大家來去台中港三勤奧蕾夢 另外今天在這裡要跟大家分享 三勤奧蕾夢究竟有什麼好吃的東西 我們拭目以待吧 在台中三勤奧蕾的室內區 一樓有買東西的商店和美食廣場 二樓就是一間一間的餐廳 這些餐廳最令人矚目的就是 鎖度燈台的飯店都是在家啦 今天我們選擇一家 在東京近郊的連昌明店 紅葉茶屋 體驗一下清懷池風味的定食吧 大家看一下 哇 看起來真的非常的動快耶 這盤店還有三樣的配菜 這個你看這樣的一個器皿 非常的精緻大家有看到嗎 它有附了一碗簡單的湯 如果喜歡吃這個 哇沙比的朋友也不要錯過 有看到味道嗎 那首先呢 先從生魚片開始吧 大家看看這個生魚片 看起來就不用肥面 你看這麼大一塊 感覺快比我的臉還大了有沒有 這生魚片好新鮮喔 加上沾上的醬油 帶了淡淡的甜味 把生魚片放到鐵巴之後 這整個生魚片就在你嘴巴慢慢地掛開來 然後口感非常地綿密 超級好吃 在這裡我們還有看到我們的鮭魚卵 哇這鮭魚卵 大家看到嗎 你看看 我們來吃吃看 嗯 這鮭魚卵非常的新鮮 然後咬下去 帶有淡淡的一個香氣 應該是這個鮭魚卵的香氣 然後呢 它旁邊有過一點點調味 再吃到淡淡非常乾甜的一個調味醬的香氣 不過它卻不會搶走鮭魚卵該有的一個風味 然後還有我們的蝦子 吃一下原味的海鮮 看看這隻不沾醬 這海鮮是吃的到海鮮的鮮甜 非常好吃 重點是它這個 吃得非常好 一定要吃入口的情況 再來這裡還有一個海鮮 可能是像蛤蜊糖 或是螺類的一個海鮮 嗯 非常的鮮甜 這海鮮好新鮮 真的好吃耶 還有海鮮 海鮮來囉 讓大家看一下海鮮 有沒有看到海鮮 哇 告訴你 這個海鮮 完全沒有果味 然後呢也沒有腥味 放進嘴巴 整個在你的舌頭上面 感覺是不是油化掉的 超級好吃 還有哇 這個它也超大的 你知道我看到嗎 嗯 真的不讓你也好吃 不過其實我們吃很不安 也可能炒比較實鹹 而且我們當然也不實鹹耶 然後我們的白蛋 嗯 很吃 它這個飯上面有那些淡淡的料 好吃 然後搭配它淡淡的一個 醋的一個香氣 很棒 不過我覺得它米粒 似乎煮得有點比較軟爛一點點 這個菜還先害怕我腥味 會完全沒有任何腥味 下次來到這裡 可以吃吃看他們的行動喔 另外三樣配菜 一個是兩瓣的毛豆 一個是兩瓣的薑絲章一角 一個是馬力薯米 風味都很特別 值得一提的是 原則上不論你點哪一樣定食 配菜都相同喔 第二道我們點的 黑松露牛排定食的單點喔 黑松露牛排 不過我覺得它跟實體照片裡有落差 這是我們的黑松露牛排 看起來的色澤非常漂亮 我們來試試看它的味道 吃起來怎麼樣 給大家看一下 它咬下去 筋很多 然後雞肉上面是有點乾的 然後你的肉的味道也沒有那麼重 吃起來肉有點殘 不知道是不是烤得太乾的關係 整個口感來講 沒有想像中這麼好的 你那波雞塊不同部位 看看 你看 雞塊口感比剛剛好多了 不過精彩還是有點多 雞塊就沒想像中那一塊這麼的乾 雞塊吃起來比較多汁 然後 它的那個油啊 再來有淡淡的一個牛肉的香氣 可惜的是 它外表真的可能是烤得較久一點 會比較乾一點點 裡面還有附的一個大家看到嗎 一個溫泉蛋 它建議可以把溫泉蛋跟我們的牛肉 和在一起吃 我們現在把它和開來吧 然後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是我們的溫泉蛋 和在我們的黑松露牛上面 我們來試試看味道 和上這個溫泉蛋的時候 味道真的變得比較棒 在表面變得比較不那麼乾 然後肉變得非常多汁 吃起來比較不那麼腮 真的比較好吃 而且 這樣子還把牛肉的香氣 整淡淡的帶得出來 我覺得這樣子撈在一起 真的比較好吃 吃完主食 還有這家店製好的人氣甜點 張牌皮拉酥 和台灣限定的甜點喔 下一次請別錯過